他们是不同行业的专家 都在工作岗位上奉献了50多年 默默地造福群众 他们就是江苏镇江农技专家赵亚夫 和广州富大肿瘤医院院长徐克成 在江苏镇江聚荣市的这个农业示范园里 第一批高价草莓刚结束收获季 这种不用弯腰就能种植的草莓 能更好地适应逐渐老龄化的农村老历 是去年赵亚夫引出的新品种 叫幼稚妇 赵亚夫 赵亚夫 赵亚夫定能夫 这个顺客率在我们广泛的流程 1961年从农学院毕业后 赵亚夫来到镇江农科所 5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完成水稻栽培 草莓两种引进等15项科研项目 累计在茅山老区推广高校农业250万亩 为农民带来直接收益200多亿元 2002年已经退休的赵亚夫 主动申请来到当地最权的戴庄村 带领农民发展有机农业 帮助这个村发展成为小康村 但赵亚夫从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技术顾问费 我喜欢干农业科技这一项事业 这个喜欢为农民做事 在田田季头我就感觉到心里很踏实 在广州复大肿瘤医院阅读室 彭系妹在整理书炮杂志 八年前她患卵巢癌 腹部肿得像临盆的孕妇 是徐克诚为她切除了拒留 重获新生的彭系妹要求留在医院里当一名志愿者 做手术做了七个多小时 然后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真的还能活下来 徐克诚行医半个多世纪 始终坚守在临床医疗第一线 2001年年过花甲的她 创办了广州复大肿瘤医院 通过多年实践 徐克诚开创了以冷冻消融 微血管介入疗法和联合免疫疗法为主导的 3C治疗模式 运用该技术 6000多名中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 对很多出院的病人 徐克诚会像老朋友一样定期去探望 把他们的抗癌的经验 生存的心得 把它变成我自己的经验 用于其他病人 这不就是提高了我自己的医疗水平吗 这就是实现了我一辈子 做医生 做一个好医生的这样一个梦想 谢谢大家